藝術開發的時間了 今天是交給我們的小婉老師 小婉老師今天要教小朋友什麼呢 我們今天要請小朋友他們 幫我畫一個圖 然後呢 我們今天要從小朋友畫的圖裡面 來看看小朋友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喔 喔 這麼棒喔 所以小朋友其實已經都事先先畫好了 對 已經事先先畫好了 那小朋友手上拿到的 會是這樣子的一個圖形 我們可以請電視機前面的爸爸媽媽 拿出一張紙還有一支筆 幫小朋友先畫一個這樣的圖形 好 然後我剛剛也有跟小朋友說了 這是一個 洞 一個洞 對 沒錯 然後呢 有一個小白兔 牠必須要從A 跑到B 跑到B 牠要怎麼過去呢 我要請小朋友幫我想辦法 想想看 怎麼從A到B 喔 所以畫那個東西在那個洞裡面 對 都可以 任何東西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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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讓小朋友他們去發揮他們自己的想像力 喔 那其實除了跟我們 我們賽會就可以玩嘛 我們也會開 坦克車 直接過去 直接客車 挖到洞裡面上去 挖到洞裡面要再上來 對 因為坦克車它其實是可以隨著那個波度的上下可以移動的 所以是讓小兔子過去嗎 嗯 對 你的肚子開 全客的照顧過去 我可以 妳也可以把它看 妳也可以把它想像說 是你自己怎麼從A到B過去 我會 我剛剛第一個反應 我去收集很多枕頭 然後就把枕頭丟進去 對 這也是一個方法 那妳是自己收集呢 還是請別人幫妳收集 我自己收集 我自己去找枕頭 我的方法最簡單 坐飛機就好啦 坐飛機 會不會太浪費錢啦 欸 說不定它A到B很遠耶 很遠耶 對不對 好 說不定就是從台灣到美國 這可以啦 直升機比較快 好 直升機也可以 好 所以剛剛聽了三位姐姐的分享 我覺得你們三位應該都是屬於工具型 食物型的解決問題的方式 嗯 你們會使用其他的工具 然後靠自己去解決這個問題 是 是大人比較會有這樣的想法嗎 對 因為大人可能隨著生活的經驗比較多 可能會想到 可以利用一些其他的工具來解決問題 好 那我來看一下小朋友 我來看一下小朋友 我來看一下小朋友 小朋友 妳是搭飛機的 給我看 妳的是什麼 這是什麼 它搭飛機 這是飛機 它很坐飛機耶 跟我同一國的 所以有一位小朋友 它是坐飛機的 還有沒有人是不一樣的 還有蓋馬路的 蓋馬路的在哪裡 讓老師看一下 它是蓋馬路的 所以有一個小朋友 妳是蓋馬路 妳是自己蓋嗎 自己蓋還是使用別人蓋 自己蓋 自己蓋 所以它跟我們是一樣 對 使用工具型的 我們來看一下 四種類型的小朋友 他們用怎麼樣 不同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怎麼從A到B呢 好 第一種是夢想家型的小朋友 其實剛剛小環老師有發現 有的小朋友 他是用跳的過去 把這個洞跳過去 或者是用飛的 那也有小朋友是說 我用瞬間移動的方式 所以這一類小朋友 他會畫他自己有超能力 像這樣子的小朋友 他是屬於想像力比較豐富 然後想事情也很快 不過呢 對這樣子的小朋友的家長 我會有一個提醒說 小朋友可能啊 在想事情的時候 沒有辦法想的這麼仔細 因為速度很快 那想的就是比較樂觀 所以呢 爸爸媽媽可以多提醒小朋友 速度慢下來 然後呢 我們想事情之前呢 考慮一下 現在你做這件事情 等一下會發生什麼事情 讓小朋友知道 前因跟後果 對 那像這類小朋友就是這樣 了解 我覺得這都是我們小時候 比較會講 大家都是很務實型的人 我小時候就會想說 我好想有個任意門喔 對啊 打開就過去了 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類的小朋友 是務實型的 是 我發現呢 在現場很多小朋友 還有三位姐姐都一樣 是屬於務實型的小朋友 對 你們會使用工具 然後靠著自己 做橋啊 做馬路啊 對不對 然後 跑到對面去 對 像這一類的小朋友呢 思考 會思考的比較多 那想事情呢 會比較仔細 那不過呢 像這一種的小朋友 有這類的小朋友 會提醒爸爸媽媽呢 可以練習說 讓小朋友多跟其他人的互動 因為他們可能很多事情 會想要靠自己 對 自己去找工具啊 所以剛剛小雲老師 才會問大家說 你是自己去找這些工具的嗎 對 因為希望提醒爸爸媽媽 就是幫著小朋友 去跟別人做一些互動 嗯 了解 好 那我們看第三種 第三類型 第三種類型是 第三種類型是 社交型 今天好像還沒有看到的小朋友 是這個類型 找了很多朋友來幫忙 對 他會呼朋引伴 找很多很多的小朋友 來幫忙說 來幫我一起搬石頭 幫我一起把這個洞填滿 我們就可以過去了 有沒有小朋友會做這樣子的事情 有嗎 有一個舉手 有一個小朋友對不對 他說我剛剛想到 我可能也會做這樣子的事情 好棒 有好幾個小朋友舉手 他們會把洞填滿 然後跑過去 像這類的小朋友呢 很喜歡交朋友很熱情 然後很喜歡主動去邀請朋友 過來一起做某一件事情 不過呢 像這樣子的小朋友 會想要提醒爸爸媽媽媽呢 就在想事情的時候 小朋友可能會稍微 會稍微想要 想要偷懶一點點 會想要說 我想到這件事情 我想請爸爸媽媽幫忙 對 我要請同學幫忙 就是比較依賴別人 對 比較依賴別人 不想要自己想 馬上去找別人幫忙 是屬於這類的小朋友 依賴比較重 對 所以爸爸媽媽可以多訓練 小朋友他們的 就是獨立的個性 是 好 所以以上就分三種 還有 還有 還有一類 最後一類 最後一類是什麼 最後一類是觀察型的 這類小朋友比較少 對 他通常呢 想看一下 圖片裡面的小朋友 他是從 他想了一下呢 覺得下面好像可以走耶 我就不要從洞過去啊 我繞一下路也是可以到後面的啊 所以這類小朋友屬於觀察型 動作比較慢 不過常常啊 有時候行動之後 會都讓人家嚇一跳 對 就是會讓大家嚇一跳 所以像這類的小朋友呢 通常 思考時間比較長 會鼓勵 爸爸媽媽多多 告訴小朋友說 你可以講出自己的想法 或者是替小朋友 把心裡的想法講出來 真的耶 其實在主持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發現有些小朋友 就你不要看他就靜靜坐在那邊 好像沒有什麼反應 其實他們是永遠都是第一個 就是知道答案跟答對的朋友 對 要不然就是自己在那邊嘟囊嘟囊 然後那些卻都是答對 對 因為他們可能就默默的在觀察 對 很厲害 所以其實可以這樣 在家裡就畫一個這樣凹的形狀 讓小朋友來去想像說 他們會怎麼樣過去 嗯 要爸爸媽媽也知道自己的小朋友 是哪一心的 也可以去鼓勵他們 沒有錯啊 謝謝法老師 謝謝 我們現在進行下個單元